大家好 歡迎來到協恩的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DSE 2021年的Baber 2第16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The sum of the total surface area of two solid hemispheres is 351pi cm2 他就說if the ratio of the radius of the smaller hemispheres to the radius of the larger hemispheres 就是2比3 即是大那個半球體 和比起小那個半球體 和比起大那個半球體的半徑 就是2比3 他們的比例上 他就說 他就問你 其量的Volume of the two hemispheres 是到底是多少 事不宜遲 拿一張安置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都好先進 我按個按鈕 整條題目都出來了 大家不用急 省時間 非常方便 我不知道你 看完題目有什麼感覺 其實我一定是先轉為圖像 人老知道圖像多一個文字 有圖有真相 互聯網世界都是這樣 所以我事先已經畫下兩個Hesmosphere 即是半球體出來給你 就是一世一大 按個按鈕就出來了 科技真的好先進 兩個都是我預先畫定 省時間 黃色的是小的 而橙色的是大的半球體 他有提及過 他講的是什麼 那兩個的Radius 大和小的比例就是2比3 所以我真的有一個合理的懷疑 即是合理的 即是合理的懷疑 那我就不如當小的那個做2R 那麼多個Cm 而大那個我就當它做3R那麼多個Cm 所以其實我先有懷疑 首先如果我當LongQuack寫 就是Lat2R那麼多個Cm 還有就是3R那麼多個Cm 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Be the Raiders 中文的同學就等我一下 就是Be the Raiders 然後挑戰 有一個較大的V小的 and the largest 的HESMO 3S respectively 中文的同学 設置2RCM和3RCM分別為甚麼 就是小半球體和大半球體的半徑 事實上由於它告訴你 第一句說話 The sum of the total surface area 的HESMO 3S 我立即在想如何計算它們的 即是先計算表面面積 總表面面積 這個表面面積 例如先計算一個小 然後先計算一個大的 先計算一個小 小的其實是由兩個部份組成的 一個就是下面的底部 圓形的Base 圓底 另外第二個部份就是這個 曲面面積 所以我先計算一下曲面面積 就是由於 我會知道 首先 因為半球體 所以先乘了2分1 再乘2 我想計算一個曲面面積 整個球體的曲面面積 整個球體的曲面面積就是 4PiR3次 這次的R當然是 我會放2R 或者我轉色給你 你會比較清晰 這些位置我轉2R 用圓筆 還有就是3R CM OK? 我不懶了 就是4PiR2次 這個就是這個黃色的曲面面積 差一個圓形底 圓形這個底 怎麼計算呢? 再加 就是PiR2 PiR2 很明顯的 R就是 這次當然是2R 自己撿生 OK? 半徑是2R 對嗎? 這個完完全全是 計算什麼呢? 就是黃色的 整個東西的 Service Area OK? 所以我用黃色去包給你 對 就由這兩個卡耶組成 再加 我不夠位 再加 在下面 就不迫 好了 到橙色的部分 一樣 首先 計算這個曲面面積 就是2分1 再乘以4PiR2次 4PiR2次 R這次都很明顯 就是3R 這個半徑 所以就是 這個是3R 整個東西 一二次 再加 好了 就是圓的底 它的面積 就是這個 就是PiR 的Square 這次的R就是3R 好了 就等於 351個的Pi OK嗎? 可以嗎? 由於我知道 有一樣的情況發生 所以 我得出最後的結論 我們按機的情況下 這塊東西 如無意外 整塊按完 應該就是 第一塊 就是8PiR2次 再加 2R2次 就是2-4 就是4PiR2次 再加 這塊東西 2分1乘4 再加 3R2次 就是3-3-9 所以這裡 如無意外 你沒有按錯 就是18PiR2次 最後 再加 這裡 就是3-3-9 就是9PiR2次 就等於351個Pi 這塊東西 不要介意 逼逼逼逼 在這裡寫 所以 不如再加 8PiR2次 4PiR2次 18PiR2次 9PiR2次 大家都叫PiR2次 理論上 就等於 351個Pi 右手邊沒有動過 我們先約好一點點 拿支綠色筆 我會看到 就是 Pi和Pi可以約走 所以這裡變1變1 39左右 兩邊都可以約一下 整個39約走 531 再用39約 它就變9 所以 就是左手邊這裡變1 右手邊這裡變9 所以 最後 你會看到 R2次 就是 9 那 就是什麼 R 會等於什麼 2次 變正負開方根 所以 R等於正負開方9 就是 R等於3 2 R等於 負3 不可能是負3 難道代表縮進去嗎 R是半徑 就是 這個長度 所以 2次 負3 就是負6 負6 所以 這個 沒有可能 rejected 中文的同學 就叫做 寫去 所以 R就是3 正負3 你會發財 好 如果知道 R是3 我們可以更新資料 即是 現在 上面 2、3、6 即是 這個 這個位置 就會是 6個CM 而 至於這個位置 它的半徑 就會是 3乘3 9個CM 完成了 換句話來講 我首先 因為我們現在要計算 就是 它們的 Volum of 2 就是 這兩個東西 它們的Volum 差距是多少 我們就逐個計算 首先我先計算 就是 Volum Volum of 那個 smallest Hesmosphere 好 等於什麼呢 沒有目標 就是 因為它是半個 所以先乘2分1在前面 再乘2 這個公式就是 4 over 3 Pi 好了 R 的 3次方 小心點 這次的R很明顯就是6 所以 小的R是6 所以我把6放在這裡 所以 全部東西都這麼小 你不難發現 這個應該是144 這個Pi 而事實上 如果我們繼續做 就是 At the volume 聰明的 你也知道我想怎樣 當然要計算大 就是 Of The Largest Hesmosphere 根據公式 因為你半個 所以先乘2分1在前面 我用公式 就是 4 over 3 Pi R R 3 當然 R是什麼 大 半徑 就是 9 所以這個位置 我把9放進去 所以 換句數 你全部按下 其實就是 486個Pi 老老實實 真正答案 Fujiro出 人家問你什麼 換言之 就是 Difference The required Difference 所需的支差 所需支差 of the volume 中文的同學 所需的體積支差 就等於沒有的 就將大460π 再減144π 如無意外 真正的答案 答案應該是486-144 即是342π 盡正式給我答案 當然就是CM3次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可以選擇 342π CM3次 有 整個答案就是A 可以嗎? 看看今天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這就是詳細問題 至於這個 詳細的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 我們再見 拜拜